下面有银 阿弥陀古银 圣王陀罗尼金 月 的经算书 西方安乐世界 安乐世界就是基督徒世界 今现有福 今现在有福 佛号叫阿弥陀 若有四中 这个四中 是佛门里面的弟子 出家男中女中 再家男中女中 这叫四中 这四中 弟子里头 如果有能 受持彼佛名后 受是接受 吃是保持 就是念福 保持念福 不间断 以此功德了 领域忠实 阿弥陀佛 给予大众 我 此人所 另起 得见 那么这个念佛 求王陀佛的人 灵命宗室 阿弥陀佛 还有跟着阿弥陀佛 去的大众 这大众里头 有菩萨 有圣文 也有天人中 相貌 独相同 阿弥陀佛 它是什么身份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会把人认错了 那么还有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无量节来 有缘的人太多了 有缘人当中 有不少啊 借出大净土法门 他们信我神 在我们之前 现在都在极乐世界 所以 我们不到极乐世界 在六道里头 任何一道 都感到孤单 没有人远走 到极乐世界 不孤单 你无量节 跟你有缘的人 统统见面 你都能够想起来 这是哪一个时代 在哪里 什么关系 所以 那些亲人 像亲朋 好友 在极乐世界 多的是 都见到了 王生在极乐世界 各个人 各个都是善人 没有一个卧人 卧人去不了 卧人也都转善了 不转善去不了 他要忏悔 要改过 所以极乐世界 借主上善人 知智慧已出 这环境多好 那么见到之后 寻生 清约 你马上升起 清醒 欢喜 看到这么多人 生生生世世的熟人 有缘人 通通都在极乐世界 现在在极乐世界团聚 倍增功德 这个念头 一生气 一兴奋 功德就不断 向上增长了 一世 因缘 所生之处 永离 胞胎 晦誉之心 永远脱离六道了 这是这一句话 讲的是六道 六道 是胞胎 人 投胎 生长地方 在母亲胎胞 胎胞的旁边 大肠小肠 都是分尿 不干净 所以这个 不清净 不现的这个身心 永远离开了 永远离开了 存储 新远离开了 自然 到极乐世界 是莲花 化成 不是住在 胞胎里头 在莲花里面 自然产生变化 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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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八十 乘四支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转翻成神的变化 佛教里面 佛教里面 讲变化 有很多个层次 从最低的 佛教人 化物为善 这是佛在事法里头 教化中心 目标就是这个 帮助世间人 专悟为善 第二个阶段 帮助世间人 专利为悟 第三个阶段 专翻成神 这个地方所讲的 这是最高的阶段 在莲花当中 自然化成 不知不觉 专翻成神 也就是 专阿赖耶 臣四支 大院中之 专大神通光明和异 三民六通 专注 这个绝大神通 就是 六根 这个六根 不属于阿赖耶 不是阿赖耶 变地 是自信变地 所以叫 发信神 发信神的 六根 没有障碍 我们今天 有障碍 各一张纸 就看不清 各一座墙 看不清 盐 看近处 看不清 远处 看不清 没有障碍 既远处 能看得清 看宇宙的边缘 就像看在眼前的四一样 清清楚楚 没有障碍 而温身 也如是 一切声音 极细声音 听得清 极远处声音 也听得清 不要用任何 一切 鼻 修下 血 肠胃 身体的结束 阿 念头的思想 统统 没有障碍 不但能看到 我现前 能看到过去 能看到未来 这叫神通 具足 没有障碍 阿 生生世世 跟一切 众生的关系 全部都在眼前 清清楚楚 通通看清楚之后 就豁然大悟 这个时候 真正 业障 彻底 消除了 文言 没有了 情知 也没有了 都看清楚了 都明白了 身 佛 大光明 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读